譬如你剛才所說的大價ATM、XJ已經升了不少 現在追蹤直播空間就是一般 可以這樣解讀嗎? 我想我會認同那個說法 就像你說700這樣 踢穿了500元 我當你價錢金 你上面看著的 520、530之前都是狼頂位 那是否這麼快可以爆上去呢? 你的短線目標就是看著這20、30元 但你下面如果去調整的時候 其實都是20、30元 我想是計算直播率的問題 如果真的要搏我自己就比較喜歡京東 其實京東你見到它的圖 就真的有點想破壞 而且經常都說阿里巴巴和京東選擇 我無論如何都會選擇京東會好一點 還有接下來雙十一、郭郡哲 應該都會炒這些龍頭的平台 所以如果真的選擇的話 我覺得京東的直播率比較高 OK 來了 走了 好 這樣 走